不過當然了 臺灣這個越來越壯大的 這個完整的供應鏈 這個護國神山許 是在這個臺積電的領軍之下 現在讓世界各國已經覺得 在臺灣的這個 半導體供應鏈是大到不能倒 強大如美國 也都不得不承認 在臺灣的臺積電 連美國都沒有辦法複製 所以現在只好請盡全力 保衛臺灣 千萬不能被這個中國給拿走 當然世界各國現在還是 很有興趣在研究說 那到底在臺灣的臺積電 臺灣的這個護國神山群 到底是怎麼半導的 身為臺灣人能躲我們 別人都在研究 我們當然要知道 所以要請到這個定理委員 聽說在這個臺積電誕生之前 張忠謀就已經找到了 半導體營的秘訣 他四十五歲的時候的手稿 被人家找到 一九七六年的三月 我也是三月出生的 這樣可不可以沾一下官 找到那個手稿 我當然講那個手稿 剛才又齊講 台積電重要到不能讓他倒 對啊 其實還要再加一句 還要加一句 我們臺灣在半導體產業 強大到難以複製 如果說你大到很難倒 我就想辦法複製 複製成功你倒了就沒關係 我們其實我們的整個發展的歷程 可以說是非常難以複製 大到不能倒你還學不來了 對 那這樣臺灣就會一直集中 集中所有的量能 我今天要講這個故事是先講兩個現在發生的事情 再講一個現在去看以前的一個秘密手稿 這個我們都知道現在有晶片聯盟 那晶片聯盟臺灣日本韓國美國加一個荷蘭 這個聯盟幾乎在控制全球半導體產業 而這聯盟還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認為中國是危險的威脅 所以你說抵制也好或者把他整個抽掉也好 都是最終又發生一個事情就是 荷蘭本來他只是禁止他的極紫外光的設備 不賣給他那個最先進的 現在聯盟已經舊款的深紫外光的裝備設備 也禁止出軌中國 而且荷蘭不只宣布這個 荷蘭政府宣布說他講他說 我們做這個事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我們必須保持技術的領先 因為中國會偷技術 第二個我們必須注意到國家安全的必要 不能讓中國把這個放在武器上面 威脅我們的安全 然後第三個我們要有戰略性的布局 所以荷蘭說我做了決定 新的不給你 最新的不給你 我舊的也不給你 舊的也不給了 舊的不給你之後呢 他還呼籲歐洲大家一起來 你知道嗎 歐洲跟美國是控制著裝備設備 以及IC設計的一些專利 臺灣是控制著製造的一些專利 如果這些都不給他的話 那中國怎麼辦 中國說沒關係 有錢 我有錢 我已經丟很多錢了 我再丟一千四百億美金 來補貼半導體產 你們來做做做錢給你 後來發現給錢 除了讓少數人有錢以外 做不出來 為什麼做不出來呢 以上海為電子來講 他做出一台那個設備 他是去把人家買二手的裝備 然後拆開來 然後再組合回去 才做了第一台 而那一台 是九十奈米製成的 九十奈米 不是九奈米 九十奈米製成的 所以中國自己的莊家就說 我們的半導體產業不是砸錢就能解決 我們的創新技術落後 超都超不來 第二個 我們在價值鏈的末端 什麼叫價值鏈末端 待會兒講到 我們常常講台積電的良率很高對不對 對 哇九十九趴多 那為什麼你的別人良率那麼低 良率 台積電講了 良率不是靠時間累積的 是靠量 靠量 要很多一片七奈米以下 都要一萬塊美金以上 一萬一萬五到兩萬嘛 我不肯大量來做嘛 可是因為台積電佔了市場很大的比例 所以別人願意下單給我 當我量拉高之後 就容易找出良率不良的原因在哪裡 再予以改善 那其他沒有這個量的 或者價值鏈末端的 你連測試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中國這一千四百億美金呢 好況少數人要發展半導體 九十奈米慢慢爬吧 這個是現在中國發生事情 那在台灣發生什麼事情呢 台灣的精化科技 發展到台灣那台灣計畫科技 在投入這一個 這個其實指台灣 這個技術研發之後 希望去打破這兩家的壟斷 那他在努力過程當中 符合台灣晶片的原物料材料 在地化 那他發展起來之後 台積電不只是控制半導體 先進製程 連材料都local化 在地台灣化 那另外一個是德國的默克 德國的默克呢其實他也是很重要的材料供應商 你要知道做一個半導體啦做一個晶片 有好多材料從國外進來 那從國外進來九成進來 那為什麼默克選擇在台灣在高雄 剛動土十五公頃是默克在全球布局最大的單一投資案 一百五十一一百七十一台幣 而且要趕工趕在二零二五年現在二零二三了嘛 兩三年後就完工 因為二零二五年台灣的三奈米 幾乎都已經量產成熟了 然後接下來二奈米 所以他這個材料在高雄設廠 比方說什麼 我千里迢迢跑到台灣 是德國在全球最大的單一投資 我在台灣生產材料 直接供應台灣的半導體業者 在台灣喔 第三個Google Google呢他在台灣要設立一個 叫做半導體產學研究計畫 跟世間大學合作 做半導體的產學研究計畫 這是Google 在Google總部以外 最大的投資案 而且他們已經在台灣培養了十多萬個 十多萬個半導體人才喔 而且你知道嗎 現在最重要的是Google的總公司在裁員 Google總公司在裁員 卻在台灣增資增加投資增加雇員 等於重心移到我們這裡來 從Google在台灣成立的半導體產學研究計畫 德國默克在台灣擴大投資材料供應在地化 一直到台灣的精化科技 準備發展我們的真成謀的技術 來跟日本的兩大供應商頂逐而三 這三件事情告訴我們 第一個去台化根本是外航或者是謊話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來到台灣要評估投資風險 所以包含軍事戰爭以及所有的不確定因素 經過評估這外商都很現實的一算 台灣的風險是值得信任 第三個臺灣必須要投資 對 所以臺灣的核心技術 主要的先進產能在臺灣 這些核心技術來臺灣 我連材料都來臺灣做 那你說臺灣在風險跟安全跟可靠性跟必要性上 你怎麼去取代他嘛 那這兩個是現在發的事情 那就來到一個現在去看過去了 Intel本來在跟台積電拼 很早就決定我要投降了沒辦法跟你拼了 那Intel本來走的叫做IDM的模式 這個IDM模式就是設計製造銷售垂直整合一條龍 你去Google所有的百科全書 IDM的對立面叫做無廠半導體公司 沒有工廠英文叫Fabulous Fabulous無晶圓廠的半導體公司 這兩個是對立面 那Intel是IDM 臺灣的張宗模在45歲40多年前那張手稿 他寫下來的know how就叫做Fabulous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er 當時他就建構這東西 張宗模認為說 當這個晶片越來越小 應用越來越多 他必須投入的器材跟投資資金越來越高 所以必須專業去累積經驗 所以設計的跟製造的要分開 所以當時他提出應該要有專業代工 而設計IC的成為一個Fabulous 無廠半導體公司 所以當時他提出這個 這兩個對抗到現在 證明了Intel股票十二個月下跌45% 台積電是全球連索羅斯抱著錢要來投資 就代表這兩個模式這兩個模式優劣立判 那這故事要從一九七六年三月 一九七六年三月 張宗謀只是德州儀器部門主管 而當時有一個 我是學管理的 學管理有一家很有名的公司叫波斯頓諮詢顧問公司 叫BCG 當時BCG的第一個重要客戶叫做德州儀器公司 他來幫德州儀器公司去分析學習或者叫經驗理論 那個曲線的意思是什麼 所有的成本 半導體的成本會經由經驗或學習的歷程降低 也就是你的量越大做越多越集中成本越降低 競爭力越高 你就可以壟斷市場 你就可以成為金星 否則就會變落水狗 當時一九七六年來到德州儀器的時候 德州儀器派出了一個部門主管工程師 負責跟BCG來對口 來做盤點德州儀器五十種半導體的相關的重要技術 說這個技術 他成本會下會降下來了 我們趕快降價 壟斷所有的市場 讓別人沒有我們不行 當時負責對口的工程師 名字姓張叫中謀 叫張中謀 所以張中謀把這個應用出來包含良率 他的投片量越高 良率就越高 而他良率越高 你接受的訂單越多 我投片量就越高 所以他就一直往上滾 所以整個張中謀的所謂的經驗曲線理論 對別人來講就成為惡夢曲線 對張中謀來講就變成贏的秘訣 而這套理論在台灣的半導體業者 其實是很難以複製 因為那個時間點已經過去了